接着来看到华人国中棒球队即将启程 前往日本岩首县圣岗市参与2024名铁观光碑 国中棒球交流大会 而在旅美球星大股详品的故乡 展现花莲兽棒的风采 市长魏佳燕是特别给予小选手们行前鼓励 并且也准备了超大棒球 让全体队员签名留念 花莲市与日本圣岗市在2024年迎来地节友好城市五周年纪念 为了加深官方及民间的多面相交流 这一次在圣岗市邀请之下 特别安排花莲青少年棒球队前往交流 透过体育竞技的切磋 延续深化两地的友谊 这次非常的开心 这一次是我们圣岗市邀请我们花莲县 我们的华人国中 那我们所有的小选手一同参加他们的 颜首线 那非常知名的一个明铁杯 深冈寺的一个明铁杯 那也是已经第七届了 那我想颜首线是大古详品的一个故乡 也是我们非常棒的一个球场 那在去年度其实 作为这样的一个会谈 要不管是体育的交流或是艺术的交流 那在今年度我们达到了 那我们非常的开心我在这边要特别的感谢几位议员 那还有校长 那除了吴校长以外 我要谢谢魏家贤议员 迪布斯议员 以及我们花莲县体育会的汪景的理事长 那花莲县政府教育处跟我们学县长等等 我们所有所有以及我们福伦社 以及我们所有赞助经费的 所有的没有把名字列出来的 我们老板公司行号等等 那在这边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那我想未来有更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 那今年也是圣钢市的一个 跟花莲市的一个五周年 我们希望我们两次会越来越好 也希望这次孩子们出国比赛 能够拿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孩子们加油 小选手们都是第一次出国比赛 每个人都紧张又兴奋 很开心 很开心 你有出国去打棒球过吗 没有 那这一次有特别训练吗 有 你都怎么练 一天练多久 以前早上到下午 一直在练球的样子 那你要出去比赛会不会紧张 有一点 有一点 那到日本 你去过日本吗 没有 第一次去日本 你会很开心 有 那你觉得你这表面很好吗 会 会喔 我们把冠军抱回来台湾 好 好 你心里发一直都想去日本打球 真的啊 嗯 那你有特别做新链的训练吗 有啊 我们这几天都比较注重那个很深吧 因为他们那边的精神很重要 是 那你觉得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准备好了 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那出国比赛你会 你会不会觉得在国外打工 在你自己跳这一场 会不会有很多吧 因为场地的部分 其实那个土都有差别 对啊 对啊 华人国中棒球队有18位球员要代表花莲 和来自日本当地23支棒球队一起切磋球技 为了纪念这次珍贵的出国交流经验 市长威家彦特别准备大型的纪念棒球 邀请全体球员在棒球上面签名留念 象征全体队员的团结和奋斗 也承载了花莲乡亲对大家的期望与祝福 介络会节响报道 好